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很多人在健身房 健身的时候 因为有些力量性的训练 因为这个训练方法不当 或者是用力过度 这个时候可能会引起这个拉伤 通常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拉伤肌肉 大家想是不是肌肉拉伤 那么这种以疼痛为主要表现 但它这个疼痛呢 在早期的时候呢 这个它是有一个在一定活动范围之内才会出现疼痛 不是说近期它可能不会痛 但它活动的一定范围的时候会出现疼痛 另外呢 健康的活动范围 在这个时候往往是正常的 它主动活动往往也可以抬起来 那么被动活动也可以把说 基本上活动范围可以达到正常范围 可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呢 主要是影像学的表现 有很大的这个和我们通常讲的 健康的疾病有很大的不同 就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需要做核磕工程来检查 来发现 健康有没有撕裂 或者是断层 或者有没有一些水肿 高信号的一些表现 对于这个节目的存在 具体重的感情 能让人更加做核磕工程里面 要赔与点几梵子 放线打 冰柱的感觉 正常范围的成员的曰 榜在带长 共同 师患者和我们下属的感受